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善懒集的视频播出后呢 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 能不能讲一讲中年女生 如果腰部比较胖,身形比较胖 应该怎么穿 还有朋友更可爱,留言说 能不能讲一讲大妈身材 大妈味道的女生 应该怎么穿衣服 那我个人认为,我们中年女生穿衣服呢 其实目的不是为了显瘦 我们穿衣打扮的目的呢 是为了穿出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品味 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 著名的英国,刚刚过世的英国女皇 伊丽莎白 她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呢 没有人会说,哇,她的身材好棒 哇,她看起来好瘦 你会觉得,她看起来穿得很得体 她看起来穿得十分的优雅 那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美国著名的黑人名嘴 Opera Winfrey 她每次出席的时候呢 她是一个典型的胖胖的 中年女生的身材 你不会觉得她的身材太好了 哇,她的身材好瘦啊 但你会觉得她穿得十分有气场 十分有气质 所以大妈身材和大妈味道呢 完全是两码事 你可以有大妈身材 但是你要避免大妈味道 那你可能会说 英国女皇 美国黑人名嘴 她们背后有一整个团队 帮她们打造公众形象 那我们普通人 怎么能够避免大妈味道呢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多时尚达人都在用的 2加2穿衣法则 一定可以帮到你 那如果你喜欢我这一类 针对中年女生的穿搭视频分享呢 请你给我点赞 留言转发 并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喜爱和支持 其实是我做这个视频最大的动力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这个2加2的穿衣法则呢 其实很简单 也很容易掌握 那它的核心呢 就是你在每天的穿衣搭配中呢 有两件休闲随意款 比如说你的T恤 比如说你的牛仔服 就叫做休闲的随意款 那再加上两个Smart Piece 两个经典的优雅款 比如说高跟鞋 比如说一个有设计感的包包 或者一件西装外套 那这个2加2加起来 给你打造的形象呢 就会让你看起来 穿着很舒适 很休闲 但又给人一种 很低调的优雅和低调的时尚 那下面呢 我就跟大家用这种 2加2的穿衣法则 搭配四套造型 给大家讲解 如何用2加2来搭配 你每天的造型 那这第一套造型中 两个基本款呢 是一件简单的白T 那这件白T呢 我已经买了好几年了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买了 那么就把它作为其中的一个基本款 那第二个基本款呢 就是一双简单的平底路脚趾的凉鞋 大家的衣橱里可能都有这一款 这两款就是叫基本款 那我这个在基本款的选择上呢 有一点想提醒大家一下 你看我这个白衬衣上面呢 有两根袋子 那这两根袋子 作为基本款来说呢 它是一个打底 你不希望人家的目光 集中在你的基本款上面 所以这两根袋子呢 它既不美 也没有很好的设计感 我干脆呢 就把它剪掉 让你的基本款更加简单 更加基本 这样可以把人家的目光呢 吸引到你的Smart Piece 你的经典款上面 记住了 我们是两个基本款 两个经典款 那这两个优雅款 Smart Piece呢 一个是我身上这条裙裤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手中这个 有设计感的包包 那这个包包呢 它的灵感呢 是来自今年大热的草边包包 那我个人是觉得草边包 对我们中年女生来说呢 不是很实用 你平时逛街 另一个草边包 有点格格不入 好像草边包呢 只适合去海边 去度假的时候用 那这一款彩色的编织包呢 它既有夏天的感觉 又可以给你整体 比较素色的着装呢 增添一份色彩 那它的皮质的边带呢 又可以让你有一种 很优雅的感觉 那我会把包包的链接呢 我看看还有没有了 这一个在网上 如果有的话呢 我会把它的链接 放在视频下方的 说明栏里 给大家做参考 那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穿法 你在穿你的基本款 这件简单的白T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它缩短 那缩短的目的呢 不是为了嫌你的腰有多细 而是为了嫌你的腿拉长 你腿部的比例 那比如说呢 你可以在白T的下面 扎一个橡皮筋 然后把它塞在里面去 或者呢 你可以把橡皮筋 放在后面塞在里面去 那我80岁的妈妈呢 现在都学了这一招 她在穿衣服的时候 会把衣服的下摆呢 收进去 那目的不是为了嫌你的腰有多瘦 而是为了拉长你腿的比例 让你身材的比例呢 看起来更和谐 更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款 二加二的造型 那这第二款造型呢 我们从Smart Piece开始 那大家看我身上的这一款 黑色的连衣裙裤 那因为它是上身和下身 连在一起的 所以它算两件 那就是两件Smart Piece 两件优雅款 那我在日常生活中呢 经常可以穿到它 尽管它看起来很优雅 也很正式 可以适合夜晚的场合 但是在平时日间的场合呢 你可以用你的基本款来平衡它 那我的这两件 基本款呢 就是一件亚麻的衬衫 我在H&M买的 一件平底的棕色的露角 跟露角纸的凉鞋 那这个凉鞋和这个 全麻的衬衫呢 是一个基本款 大家一处理可能都有类似单品 那把它穿上以后呢 就会很好的balance 平衡这个经典款 带来的正式感 整体的着装呢 看起来在日常生活中 你随时都可以穿 又舒适又休闲 但同时呢 又有一份不经意的优雅和时尚 这条裙裤呢 连身裙裤来自哥利亚 那大家看一下 其实不管你的身材 中部是不是胖 它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让你调节 那它这个腰带呢 也可以让你随时调节 那它腰带的作用 不是为了让你的腰显得多细 而是为了定义你的腿 让你的腿显得更长 因为你的腰如果不是很细 而且有点粗的话 那就不要强调 要让它显得细 那你可以把你的重点 转移到 让你的腿显得长一点 让你的身材比例显得好一点 所以呢 我们要在我们 不要在我们不能改变的事件上 纠结太多 而要把精力花在 我们能够做出改变的事情上 那这第三款 2加2呢 就更简单了 那我身上的这一个 简单的全棉黑T 加上一条简单的全棉的A字裙 那大家的衣橱里可能都有这两款 它是最最夏天我们最常用到的两个基本款 黑T加上黑色的中长裙 全棉的穿着很舒适 那为了让这个舒适又休闲的造型呢 有一丝丝优雅 有一丝丝时尚 那你要加两个经典款 那这两个smart piece呢 就是我手中的包包和脚上的鞋子 那这款包包呢 是Kate Spade的今年的新款 那它的造型呢 很有设计感 它的黑白条纹呢 是最经典的 永远不会过时的一种设计 那我个人很喜欢黑色和白色 我就会把它加在我的服装上 那这个包包拎上以后呢 给你整体这个简单的造型呢 立即提升了你这个着装的品位 那我脚下的鞋子呢 我要说一下 你看它是一双高跟的凉鞋 但它的脚跟呢是包起来的 那在夏天穿凉鞋的时候呢 有一个小窍门 如果你想你的凉鞋看起来比较优雅 比较讲究 比较有品位 你可以选择脚跟包起来 或者呢脚趾包起来 那我可以选 我这双鞋子大概是买了好几年了 我已经找不到了 我可以选择一个类似款推荐给大家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参考一下 那如果你想让你的鞋子 作为这套着装里面的经典款 那凉鞋的时候呢 要选或者脚趾头包住 或者是脚后跟包住 这样又优雅又清凉透气 那好那现在我们来看这第四套的 二加二造型 那第四套呢 我选的是一件黑色的牛仔短袖 和一个白裤子 这两个也算是基本款 因为大家的衣橱里 可能都有一条白裤子 也都有一件牛仔短袖 那我的这件牛仔短袖呢 是没有袖子的 那上一期的视频发出后 很多朋友说中年女生适合穿 有袖子的短袖衬衫 不适合无袖的 那么如果你的牛仔衬衫是短袖子呢 它搭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那牛仔短袖加上白裤子 其实是很普通的搭配 但是这套着装里的两个smart piece 是这条黑皮带和脚下的凉鞋 那它的黑皮带呢 大家经常会小看皮带的作用 其实这个皮带呢 它不仅可以给你定位你的腰身 定位你的腰线 更主要呢 它会让你整体的着装呢 一下就增添了一份讲究 和增添了一份优雅 大家千万别小看了皮带的作用 那凉鞋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因为它是脚昏昏包起来的 所以看起来呢 多了一份优雅 那你的黑皮带配上你的黑凉鞋 那这两个颜色呢 遥相呼应 那有的朋友呢 跟我说 我不适合把上衣塞在我的裤子里 因为我的腰围有点粗 那没关系 你可以把你的衬衫呢 解开放在外面 里面呢 加一件全棉的小背心 我穿的是来自H&M的这一条 全麻的背心 特别凉爽 那你可以把你的牛仔短袖呢 就像小外套一样披在外面 同样的黑色的皮带 黑色的凉鞋 那两个基本款 普普通通让你舒适 让你凉爽 那两个smart piece 让你看起来优雅 和有一点点时尚感 那如果你不想每天穿 套装高跟鞋 觉得又死板又老土 或者是呢 你休闲在家 没有这个需要 但你没有这个气场 像扎克伯格一样 可以每天穿一件T恤 再加一条牛仔裤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 这个2加2的穿衣法则 你会发现你每天的着装 不仅变得简单 而且会变得更有乐趣了 那我会把我在示范中用到的 优雅款smart piece的产品链接 或者类似的产品链接呢 放在视频下方给你做参考 那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看一下 好的 今天就聊到这儿 我们下星期六 不见不散 我们下星期六 我们下星期三 回学习班杰 vi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